今天一天的气势 台股周五这一天依旧表现亮眼 你可以看到刚开盘的时候一度冲上了万九关卡 冲下历史新高 尽管盘中涨势收敛 但是你可以看到尾盘的时候依旧收在历史新高点 2月23号周五台股加权指数上涨36点 收在18889点 改写收盘新高 成交金额放大到新台币4439.45亿元 外资助攻下让台股才进入到2月份 就已经达成证交所年初喊的目标 总是指首度突破60兆元 全职股功不可没 周六马上就要迎来凶奔场开幕的台积电 才刚开盘一度重回700元关卡 可惜昙花一现最终收在697元 涨幅0.72% 反倒是联发科扮演关键撑盘角色 收在1100元 大涨8.4% 继续稳坐千金股行列 至于部分的AI概念股 普遍开高走低 涨跌互线 也成为台股盘中涨势收敛的原因之一 我们也不排除就是说下个礼拜会有出现震荡的一个状况 不过短线应该大盘都还有高点 因为外资今天又大买了台股超过300亿元以上 这是相当大手笔的一个回补 那美股的部分我们也没有看到就是说有明显回档的一个迹象 所以美股强势台股我认为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亏达财报正面效益持续发酵 不止拉抬美股也待望一票亚洲股市 但大市股AI概念股在前波涨多 目前拉回修正 尽管多头格局不变 但专家认为美国联准会后续动作 还有下周即将登场的全球行动通讯大会 都是关键 京新闻温雅婷 展志峰 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京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